歡迎收看嘻哈高雄 我是最可愛的酒窩 其實我從小到大就有一個夢想 我想要搭著熱氣球去環遊世界 品嘗世界各國的美食 酒窩 你是不是童話故事看太多了 對啦 其實坐熱氣球飛也是蠻累的 所以這一次酒窩特地幫大家整理了高雄的異國美食地圖 讓你不用坐飛機就可以品嘗到世界各國的好料 是不是很貼心啊 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前進第一家 帶你去吃歐式的下午茶 我已經感覺到歐式仙派在呼喚我了 我先撤了 趕快跟著我的腳步 走吧 牆上這些充滿童趣的諾亞方舟彩繪也太可愛了吧 想必店內的法式仙派一定也是很厲害喔 趕快跟著酒窩進去瞧瞧吧 哇 我覺得一進到這裡整個時間都慢下來了 真的就好像在歐洲那種旅遊的感覺耶 那我們來歡迎我們的店長阿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露 阿露 你的名字還蠻特別的耶 是跟你們的店是有一點連結的對不對 我們最主要是咖啡跟手工派兩種 所以說咖啡的部分是阿遠負責 阿我主要是負責喝綠派 就是手工派的部分 而且你們的裝潢其實非常的特別耶 我一進來就覺得到處都是家的感覺 為什麼我講到處 因為真的就是隨處可以看到一些 像小時候我們畫畫啊 房子一定會畫這樣子對不對 邪屋頂 對 你們的整個設計的概念也融合有進去 剛好這個房子是比較久一點 在岩層區它是屬於老房子 那我們剛好利用老房子的斜屋頂的部分 一間一間 包括一樓的部分它是烘豆室 它是有一個小房子有一種電鐘店的感覺 然後二樓的部分 我的工作室的部分也是 它也是有一種電鐘店的感覺 所以它從樓梯一走下來本來是斜廠的 然後一上來會覺得整個很寬廣 而且整個挑高啊 然後整個空間感就非常的棒 全部都是用原木的 對 而且因為木頭就是給人家有溫暖家的感覺 而且它很吸收咖啡的味道 跟烘焙的香氣它會殘留在木頭裡面 所以我們來吃一下 這感覺就是法式那種媽媽在做的鹹派 趕快來吃一下家的味道 這個是什麼派 這個是起司 它主要是墨汁瑞拉起司 是主要的材料 它裡面還有番茄跟羅勒 還有四種甘酪 這個東西它算是比較傳統 比較原味的風味 奶蛋素也可以吃 對啊 而且你們的外皮就是烤得酥酥脆脆的 一層一層的感覺 然後加上裡面的內餡 你剛剛說起司 對 起司 然後是不是很多 不只一種起司對不對 它有四種甘酪 然後主要是墨汁瑞拉 因為墨汁瑞拉它的鹹度比較不會這麼高 台灣人比較能夠接受 對 就是不會太死鹹 然後吃下去其實又有那個 有一點奶香味 起司的那種奶香很濃郁的感覺 在你的嘴巴裡面 然後又不會太乾 對 就是剛好裡面的起司 就綜合了外皮那種脆脆酥酥的 搭配得很好的 所以你們的派皮是怎麼做的啊 感覺很特別 我們的派皮是主要 比較特色的地方是 它是用千層的方式 但是它是簡易的千層 其實它的油分很少很少 而且我們這邊全部其實都是用發酵奶油 所以發酵奶油本身對身體比較不會有負擔 而且其實它的熱量都很低 因為我每一個鹹派我都會加蔬菜在裡面 每一種派都會吃到不同的蔬菜 像這個是番茄 所以其實你剛剛講到這個起司裡面 你的那個很厲害的那個名字叫什麼 墨汁瑞拉 墨汁瑞拉 聽起來就是從國外帶過來的 對 它是麻雜瑞拉起司 所以它是比較有彈性 其實它是羊乳做的 羊乳 嗯 羊乳做 它是有奶香味 但是味道不會太濃郁 台灣人比較能夠接受 因為國外的鹹派其實他們是冷著吃 所以他們風味會更重 但是台灣因為氣候的關係 其實他們比較習慣吃鹹派 對 很熱的 所以你們的其實乳酪也是 感覺很用心的挑選這樣 那你一開始怎麼會就是選擇做鹹派 你是學這個餐飲科的嗎 不是 不是 我一開始是做會計的 會計 我們比較服務正業的 怎麼會 跳這麼狂 我們喜歡到處吃 然後一開始是先接觸咖啡 可是我們是高雄第一家手工鹹派專賣店 這些東西其實都有改良過 當然它是比較純發色口味 但是它有改良過 比較符合我們台灣人的口味 也比較低油 然後比較健康一點 真的 就吃起來其實還滿清爽的 爽一點 接下來這個鹹派看起來也是很好吃耶 這個是黃金香料雞肉 上面那個雞肉是我們自己醃 它是用雞胸肉跟義式香料 那裡面的部分它是用紅地瓜泥 它這個是用台灣的食材去結合法式的派 因為國外的派大部分會用馬鈴薯泥 去固定裡面的內餡 我們這邊是用地瓜在地食材 我覺得這是地瓜對不對 它真的是在我口中整個融化的感覺 那種甜甜鹹鹹的感覺 然後就是其實那個地瓜味道 是算是很濃厚的 可是 它比較紮實 對 很紮實的口感 然後因為又有肉香 你們這個肉是 遠自哪個部位啊 這個是雞胸 因為雞胸的熱量比較低 那它適合搭一些有澱粉類的東西 對 然後用派皮這樣子 這整個口味其實是很豐富的 就是你會先吃到脆脆的派皮啊 然後裡面那個鬆鬆軟軟的地瓜 就是在你的口中融化出來 然後還有肉的那個紮實的味 就是那種搖起來紮實的感覺 這倒真的很厲害耶 男女老少都還蠻喜歡的 對啊 真的是太厲害了 所以像你們這樣子 你做這一個派皮應該也是研究很久吧 派皮的部分是我們這邊手工派最主要的特色 因為基本上派皮它要酥脆 或者是要吃起來有層次 其實它油量會很多 但是我這邊當然有一些小方法 或者是我試驗很久的東西 所以它必須利用比較低溫的方式去製作 那當然我們的油分其實跟外面的派皮 比起來至少少一半以上 真的 我剛剛又吃到了一個東西 四季豆 對 脆脆的 這比較就是有那種真的台灣的感覺 就是融合了法國的派 然後四季豆又脆脆的 它有稍微炒的時候 不要去炒到這麼熟 它是炒完之後再跟地瓜做結合 對 然後再把它填到空檔裡面 因為你們的地瓜已經是軟軟爛爛的 就是在口中的那種 對 層次的感覺 然後配上脆脆的四季豆 整個有提升出來那個味道 好 繼續這個 這一罩我也是看了很久 因為這上面是鮭魚對不對 對 上面是燻鮭魚 這是不一樣的感覺耶 這個是最傳統的風味 因為鮭魚其實國外也蠻常做的 那這個東西用就是普派最愛的菠菜 對 它比較健康 因為我每一個都會有蔬菜 所以這個它是搭配 就是鮭魚搭配菠菜 是最傳統經典的口味 這是青石 對 然後我覺得你真的講到一個重點 完全不有膩 就是女生吃起來完全不會覺得很負擔 而且我覺得你們的 這是用炙燒的方式對不對 對 這是用炙燒的方式 因為它就是完全鎖住鮭魚的鮮甜 然後你在那個很新鮮的感覺 是嘴巴裡面吃起來 很有這種魚的活跳跳的感覺 對 活跳跳的感覺其實是含有的 然後裡面有蔬菜 然後有 這是有菇類嗎 有 有菇類 還是有洋蔥 有蘑菇跟洋蔥都有 你看我都吃出來了 這個 它風味會比較有層次一點 對 因為它其實鮭魚是鹹 那裡面是奶幹這樣 其實裡面的奶味也比較重 對 然後剛好搭配起來 那鹹度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由熏鮭魚來的 就是有一種 裡面有很多種蔬菜 然後又很有奶味 整個很豐富的口感 而且你剛剛說要 這個要配什麼 有義式的咖啡 對 這個可以搭有牛奶的 或者是 這個嗎 對 這個 或者是冰的 冰的也OK喔 哇 你看這個拉花 拉的也太漂亮了吧 我拿回來品嚐一口 我覺得你們的咖啡也是 讓我覺得其實咖啡味沒有那麼重 比較多是比較奶味的感覺 我們是做 因為拿鐵它本身是牛奶區 對 我們是做 主要是做淺焙為主 對啊 淺焙的話 它香氣風味比較柔碎 但是也比較考驗咖啡的生豆 我們這邊生豆大部分都是自己進 然後進進來之後 有阿遠烘焙 在樓下的工作室這邊做 就還特地用有一個 烘焙機 一個小烘焙機 一個自己的工作室 對對對 覺得阿遠對咖啡真的是很有用心 對咖啡是滿用心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就是它味道喝起來 如果你平常是害怕喝咖啡味道的人 你可以來試試看這一杯 因為一般我們認知裡面 咖啡的那種味道沒有那麼重 對 然後還有就是拿鐵阿 牛奶香 那種牛奶發泡之後 包覆著咖啡的感覺 它是比較圓潤的 對 跟一般外面 它外面一般人手底下做 就是分開的 它可能奶泡在上面 然後就是咖啡在底下 真的 就口感其實是比較平順 對 對 接下來 我要來吃甜點了 天啊我覺得 先來吃這一道好了 可是其實看得出來 你們甜點的派皮跟這個鹹派的派皮 是不是又不一樣了 是不太一樣 對 鹹的部分是派皮 甜的部分是塔皮 我先來吃這個 這個是什麼蘋果 對蘋果 全名叫什麼 幸福蘋果派 真的有幸福 因為其實剛剛 我們公眾也很貼心幫我切好了 然後剛剛就是一朵花的樣子 真的是很 看起來就是很甜蜜阿 心花怒放 它這個蘋果有用糖跟 牛奶下去熬過 所以它會帶有一點點蜜蘋果的味道 但是蘋果本身它又有一點酸度 所以它剛好就是酸酸甜點 可是甜度又不會太過分 就是 因為你們的塔皮 是脆脆的 脆脆的 就是跟剛剛鹹派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樣 鹹派是比較酥一點 對 四九就是很像餅乾的那種口感 有一點 有一點像餅乾的口感 然後又搭配上這個蘋果 它吃起來是有一種 你們醃漬固嘛 因為我自己比較 我比較不喜歡美式的那種方式 是因為它把蘋果蜜得很甜 真的 然後我這裡有稍微加了一點點肉豆蔻 提它一點香氣 所以沒有用肉桂 因為肉桂會比較容易強調咖啡的味道 所以我剛剛 其實吃不太出來有那個肉桂的感覺 反而是有一種 吃得到水果原本的香甜 就是自然的那種甜味 非常的棒 所以你們的 你的這個塔皮 也是你的外國朋友教的嗎 嗯 其實派皮的部分 都已經 全部都是我自己在研發過 那包括這個 還有塔皮 還有沙布雷 其實這個配方太多了 只是說 找自己喜歡的風味 因為每一家在做其實風味 特色不太一樣 對 吃完了夢幻的蘋果派啊 這個當季的草莓塔 也是少女也瘋狂喔 好 接下來繼續甜蜜下去 我看到我已經期待很久的草莓 這個叫聖誕帽草莓塔 因為它上面有點像聖誕帽的樣子 而且草莓的部分 它是只有季節限定大概在 11 12月 大概過年前就差不多了 這塔皮又不一樣啊 對 又不一樣的口感 然後裡面的餡是什麼餡啊 裡面的餡比較特別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加了一層那個 南投的玫瑰果醬 因為很少人把玫瑰跟草莓搭在一起 可是其實它是很合適的 然後一層的鮮奶油 然後我們裡面是一層一層 還有Cream Cheese 然後有卡士達 卡士達醬喔 對 它會一層一層的堆疊上來 那上面我們用的也是 一絲尼的鮮奶油 所以其實全部都有嚴選過 而且就是那個草莓 它的飽水度是很足夠的 也不會偏甜欸 感覺你們的草莓也是特地有挑過 草莓應該是用等級最好的大草 就是真的是用料非常實在 因為一吃下去就知道了 有些草莓就太酸或太甜 但是它整個整體搭配起來 還有裡面我覺得是 為什麼會有一種檸檬的感覺 是有檸檬是不是 有檸檬有檸檬 對 種得太好所以比較偏甜一點 真的 所以加一點檸檬讓它有一點酸香感 因為像甜點如果又搭配太甜的草莓 就容易膩掉 對 但是你們的奶油也不會 其實奶油是牛奶 基本上它的熱量雖然比牛奶高 但是它其實是透過離心力 跟一些製作流程讓它變成鮮奶油 那會有市面上會有分動物跟植物 動物是天然的 其實植物才是添加物 因為植物根本沒有 它沒有油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對身體來講負擔並不大 就學到一刻的感覺了 所以我要替妳奶油澄清一下 真的 所以真的 我覺得就是女生來這邊下午茶 然後跟姐妹淘兩個這樣子聊一聊 然後吃一個小蛋糕 真的覺得還蠻值得的 那這個有沒有比較推薦的咖啡 咖啡的部分 甜點其實跟 有牛奶跟黑咖啡都有搭 因為甜點其實都搭 所以這杯是 算是黑咖啡 它算是單品黑咖啡 單品同泡的 對 來喝一下 單一支豆子的 這個是哪裡的咖啡 這個用椰加雪麩 它是用淺焙的豆子 它是會回甘欸 我剛剛喝下去之後 它有帶有一點點果酸香氣 對 水果般的香氣 因為咖啡原本就是果實 對 咖啡原本就是果實 對 有一種其實 微微的一種酸酸的感覺 有點像水果茶 對 反而是像是水果茶的風味 除了跟草莓其實也是搭得起來 其實這樣搭配起來是非常棒的 接下來這杯是 這杯是什麼呢 這個是冰的蜂蜜肉粿 蜂蜜肉粿 一個蜂蜜是用 我們的朋友 他是從南西他們自己種的 就是自己養蜂 然後摘采的蜜 一年就只有一次 所以這個也比較限定 就是沒有就沒有蜂蜜 這真的是很特別的味道欸 然後它裡面有加一點點的肉豆蔻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木質香 就跟你剛才那個蘋果 它會有一點木質香 然後一點點蜂蜜感 對啊 而且 你的這個 我覺得蜂蜜的味道其實 就是還蠻實在的 對 喝得出來 對就是蜂蜜的香氣 接下來就是 你說這是咖啡是從 這個咖啡豆是 我們自己配的意思配方豆 我們會隨著季節跟季後 我們會配一些不同調性的豆子 對 所以會有不同的程式 那豆子配方的部分 我們是比較常兌換 沒有一直固定的配方 所以就等於其實也算是季節限定 對 也是比較偏季節 因為剛剛看到你們菜單也是寫說 你要點咖啡的時候 其實是要選去餵檯問 對可能要問一下 就是我們的吧檯 看今天的豆子哪一隻 你喜歡什麼風味 然後淺焙或者是中焙 然後依照你的特性跟喜好 因為我們這邊 豆子的部分跟咖啡 其實比較客製一點 就是依照你的喜好 然後下去做選擇這樣子 就是算是很客製化的感覺 對 我們比較客製化一點 而且我發現你們除了 就是料理很客製化之外 你們的桌椅是不是也很客製化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巧思耶 像是我有看到一些很像裁縫機 裁縫機改造成的桌椅 像這個樹也是 因為這個樹其實是七里香的 算老的木頭 它把它風乾之後 它就不會再煮 然後上面的部分是拉肥草 那個拉肥草它有象徵愛情樹 所以我蠻多客人會在這邊拍婚紗 真的嗎 他們有因為併桌 因為桌子比較大 所以他們有因為併桌 然後認識 然後交往結婚 來這邊拍婚紗 天啊 你們店真的可以立個 就是寫個歷程碑了 促成第一對情侶 天啊太感動了 所以真的就是貫徹始終你們家的感覺 對啊 就是也有人在這邊喝咖啡認識 然後組成一個家庭 真的是太謝謝今天阿盧的分享 就是介紹我們這麼多好吃的美食 那下一次就換你自己來品嘗囉 歐式鹹派實在是太好吃了 幸好我剛剛有特地保留一下我肚子裡面的空間 不然等一下還有兩個國家要去耶 戰鬥力當然要提升一下啊 接下來呢要帶大家去台灣人最喜歡的旅遊勝地日本 除了豐富的定食還有日式家常菜可以選擇之外 聽說來自日本的主廚媽媽還有一些特別溫馨的故事喔 趕快跟著我們去瞧一瞧吧 GO 環球世界第二站來到了日本 但是這間店可是跟一般的日式料理不同喔 到底有什麼故事呢 繼續看下去就知道囉 我要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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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有沒有自身來到日本的感覺呢 現在就是來到一個日本溫暖的家庭 讓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兩位的老闆娘 你好 你好 哇我們老闆娘一位是來自台灣 一位是來自日本對不對 是怎麼樣的機緣可以認識呢 就是那個朋友的介紹然後認識阿喜將這樣子 阿喜將 對 是我們日本的主廚 對 而且你們這家店我覺得跟其他在外面的日本的料理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你們的算是走家庭料理 對 因為一般日本的家庭當中家庭的媽媽都會製作的一些菜餚 算是家常菜 對家常菜 對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的這個菜餚 沒有關係 我現在試一下這個冷盤的部分好了 這個是 金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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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牛蚌絲 牛蚌絲 對 所以都是由日本主廚媽媽的手藝這樣 對 那我們一般就是這樣清草的 很清脆 對 而且我其實牛蚌絲在台灣算比較少會用到這樣的料理 就是在台式料理裡面其實比較不一樣 這很適合開胃 開胃菜 因為有一點點微微的辣辣的感覺 對 就很清爽 所以日本人他們在吃東西的時候也會先配這個嗎 所以就先配涼菜 對 那因為牛蚌的那個它的纖維值很高 所以就是它其實是一道非常對身體非常好的一個前菜 而且你們其實有加一些比較特別的醬汁在裡面嗎 沒有 沒有就是 因為我覺得有一種芝麻的香氣耶 有 我們上面有灑一些白芝麻 對 原來是因為我沒有看到芝麻 所以我以為裡面有芝麻的醬料這樣子 對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那個融入我們現在當地的就是台灣特有的龍蚀菜 對 那他們會做這樣子的菜是在吃飯前都有做一些小前菜 這個也很開胃耶 算是涼拌 然後裡面 這算是湯汁嗎 對 裡面有一些湯汁 然後龍蚀菜它的鮮甜其實感覺很簡單 你們就是汆燙出來 汆燙過之後 然後很原汁原味那種新鮮的蔬菜的感覺 對 好 那接下來這個是 這個我就真的猜不出來了 味噌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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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亂翻 好了這是什麼 這是味噌茄子 味噌茄子 味噌茄子 茄子 看起來根本不太一樣 這不是台灣的品種是不是 是啊 這是台灣的 這是我們在地的那個就是茄子 我覺得你們的醬料好厲害喔 這個都是那個安翔他 就是以前他們 在家庭裡面他們的家裡面都會煮這樣子的東西 而且茄子其實 吃得到它很甜的感覺 然後也不會真的太爛 感覺是真的很棒的手藝 我們日本媽媽其實就是很道地的把日本家庭的味道傳來台灣 所以 這些 都是主廚媽媽自己的idea嗎 對 那在日本是不是學過那個 日本的調理研究師 學過料理 對 對 阿翔在高中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拿到那個料理師的執照 那因為在日本其實一般在料理界當中是 都是屬於 男生的 男生的業界 對男生天下 對那有女生當 當那個料理師的人 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那也相對相形之下 女孩子的料理的表現是比較有 那個他的細膩度是比較高的 那想要問啊 你們的裝潢 我看後面 就是有衣架子 然後裝飾的其實算是簡約 然後很樸實的感覺 你們是有特別去設計嗎 還是說有怎樣子的概念在裡面 沒有我們只是想的單純就是希望 客人來我們家吃飯的時候 能夠就是 比較像回到自己的家裡面 吃飯的這種感覺 這樣子而已 因為剛剛看到有一些客人是把 直接就是把他們的大衣掛在上面 對 然後很開心的很親切的 在跟自己的好朋友聊天這樣子 就真的是家庭的感覺 對我們只是想要營造一個 就是比較像家庭的一個氛圍這樣子 好的那接下來繼續來試一下 這個蛋是 這個是 也是龍鬚菜 不是這是甜菠菜 甜菠菜 對甜菠菜 好然後炒蛋 這種感覺在台灣其實也還蠻常見的 因為我們台灣也是會做一些 番茄炒蛋啊 或者是一些有蛋的料理 對那因為日本在這個部分的話 它就是用甜菠菜 我們用當季的綠色的蔬菜來做的 我覺得這個蛋很滑順 而且你們的就是蒜湯汁 其實就是很清淡的感覺 不會讓人家覺得太有負擔 而且又配上這個菜 就整個很健康很清爽 所以其實 是不是在日本 你們這麼長壽的秘密 就是因為你們的飲食習慣 日本在日本的生活 會不會是食文化 不會是食文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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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很深刻的 他說什麼 就是說 日本的媽媽 在家庭在做飯的時候 他們都是一直都會講心腦枝的說 我如何要讓我的家裡面的人 能夠就是 很健康啊 多吃一點蔬菜啊 所以他們都會一直在這個 整個料理當中去做一些努力 所以真的 所以其實日本的媽媽 對自己的小孩 真的是很用心的 日本的母親們 都很努力做的 再來吃一口媽媽的味道 我媽媽的味道 因為我剛剛就是這樣大口吃下去 然後還有配上這個湯汁 我覺得其實 很下飯吧 應該是可以再配一碗飯 我們像小時候就會 把醬油淋在飯上面之類 就澆這個湯汁你也不會覺得太有負擔 而且又有鹹鹹的感覺 然後呢這個蛋又很滑順 又很嫩又很順口 再配上這個菜 就整個口感其實是非常有層次的 我有好奇 它的名字是叫阿喜 阿喜醬 阿喜醬 那你們的店名叫做春夏冬 對 是不是因為阿喜跟春夏冬有什麼關係 我們春夏冬的話呢 它其實基本上 從它的字上面來看的話 就是少了一個秋天的秋 那秋天是阿喜嘛 那所以就是少了秋天叫做阿喜奶 阿喜奶 秋天沒有 但是呢因為我們是很多同音意思的部分 那我們比如說像 其實阿喜奶的意思也有吃不膩的意思 就來我們這邊吃飯怎麼吃都吃不膩 然後我們主廚呢他是阿喜 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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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喜醬在這裡 對阿喜醬在這裡 就是要進來店裡面 你才會有春夏秋冬四個都滿足的 季節的感覺 原來如此 這個店名也太棒了吧 聽完了溫馨的小故事啊 下集的嘻哈高雄 繼續帶您品嘗日式家常味喔 另外環遊世界第三站 不僅可以體驗道地異國料理 還請到美女老闆娘幫我們介紹喔 真腳啊 什麼腳 什麼腳 叫她是你好 你好 下週同一時間請繼續鎖定嘻哈高雄